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话节日报报道 苹果正积极研发能运作数据中心伺服器的AI自研晶片 知情人士消息 ACTC专案已进行数年 苹果持续与台积电密切合作 但目前是否有成果尚不清楚 苹果方面不回应 但在6月举行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将推出AI产品 至今亚洲报道 英特尔将与14家日本企业联盟合作研发 例如封装等晶片后端制程的自动化技术 报道称后端制程大部分人靠人工组装 所以工厂集中在中国东南亚国家 每日合作降低政治风险 欧盟表示已批准日本最大钢铁公司新日铁 以14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大钢铁公司 美国钢铁的交易 中国指数研究院6号公布调查 为期五天的中国五一假期期间 房屋销售日均量较去年同期暴跌47% 比2019年疫情前的五一假期下降约30% 广州上海等超大城市甚至跌超过60%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早期下降 谢谢大家